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类面前 无数沙子聚在一起虽然会变成无边的沙漠 但是一粒沙子看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但日前 美国生物医学教授盖瑞·格林伯格用高清显微镜将沙子放大300倍来观察 发现沙子并不是由简单的尘埃组成 内部的世界宛如另一个宇宙 这也就是佛语所说的一沙一世界 在显微镜下 微观的沙子不再普通 发着宝石的光芒 同时科学家发现不同地理类型的沙子也不同 海岸边的沙子多由珊瑚碎片和动物骨骼碎片组成 淡水湖边的沙子成分像水晶一样晶莹剔透 火山边的沙子成分则是由许多黑色碎石组成 在研究南极的沙子时 居然观察到了极微小的陨石 NASA甚至向盖瑞·林格伯格提供了当年在月球上采集回来的沙子 放大300倍后的月球沙子成分与地球完全相同 还长着奇形怪状的模样 可见沙子真的是经历了千万年的风吹雨打 才真正拥有了今天这个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是内里包罗万象的形态 或许地球也只是宇宙中的一粒沙子 而我们就是沙子中的微型细胞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